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日本央行19日宣布 维持现行货币宽松措施不变 表示对日本经济的展望更乐观 特别是出口出现回升迹象 工厂生产也开始触底回升 这是首相安倍晋三 在14日国会选举大胜以来 日盈首度发布利率与经济评估 通用汽车18日表示 由于卢布重贬 已停止卖车给俄罗斯经销商 卢布今年来贬值约50% 部分外企大幅调账在俄的产品售价因定 苹果福斯则宣布暂停在俄国销售产品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多位专家日前在一场针对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趋势研讨会指出 中国大陆未来几年将再调降经济成长目标 预计13.5 2016到2020年计划期间 经济增速指标可能下调到6%到6.5%之间 未来就算没带智慧手机在身边 汽车驾驶在车内也能够上网了 谷歌正在开发汽车内建的作业系统 AngelM 只要驾驶启动引擎 就可以直接使用各种网络服务 这项系统有机会在一年之后亮相 新常态下的电视整理报道